维护和祭祀的 后来到圣唐时期 皇帝给关羽加封 从圣唐到清 一直加封到帝号 这样从武将 变成直接进封为帝 足以证明关羽的强大魅力 经过历代帝王的维护与保护 关羚逐渐成为一个 有点规模的古建筑权 到清朝 关羽的名声 直接飙升到新的高度 乾隆皇帝直接亲自匾额 受到如此的恩宠 关羚一人成为 承载1800年中华文化的象征 2006年5月25日 关陵作为三国之期古墓藏口 被国家列入第六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名带 除了身握关陵 关羽的灵魂在死后 回到了老家山西 当然 这说法有些神乎其神 但足以看出 关羽身受百姓的爱戴 就说山西运城 亥州的关帝庙 总面积一共是22万平方米 是世界上最大的关帝庙 相比于成都的关公祭祀庙 不知大了多少 山西关帝庙的建筑 都是光殿风格 更是中华五庙的代表 总共囊括了 大大小小两百间屋子 被誉为关庙之祖 除了规模的宏大 庙内更是悬挂着 极其珍贵的匾额 比如康熙大帝 玉笔钳写的 义丙乾坤 乾隆爷亲定的神勇 咸丰玉书 万世人吉 以及自己太后的威灵阵谍等匾额 各个都是极具传世价值 各朝代帝王如此推崇关羽 其中很大成分 还是因为其忠厚勇武 民间关于关公的神话传说 都凸显了其鹦鹉 相传宋朝世袭 天下的盐田出现问题 皇帝透过千天见得知 是天界的赤油在作乱 死来想后 皇帝召唤三国战神关羽帮忙 他与上国魔神赤油 大战三天三夜 将天下的延迟恢复正常 皇帝深感欣慰 岁下令将关帝庙进行修复 无论是民间传说 还是后世的传颂影响力 都是历代武将 有逼之而无不及的 世间很难寻到第二个人 洋洋大国 像关公这样的英雄豪杰有很多 但如他这般 经历千年 也被后人祭奠的 更是少之又少 现在用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形容 也恰到好处 其身上的英勇中意 完全是中华儿女 最需要的品质传承